好 我是廣東話 我今天會和大家說一下如何在你的應用程式上做到宇宙的習慣 老實說我應該不用兩小時 但待會有什麼想問、有什麼想說、關不關事的想到 聯想到的都可以隨便問問我 通常跟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語言一樣 很正常的 聽到宇宙的宇宙的宇宙的第一個反應是 到底你想說什麼 其實很簡單來說 講一下為什麼會有宇宙的宇宙的宇宙的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大家用的 domain name 由一個叫做ICANN的組織負責管理 我想今時今日已經很清楚了 大家都知道 其實 domain name e-mail address 其實不一定只有英文 我們特別在香港 就算我們不常用 都會用中文的 domain name 所以宇宙的宇宙的概念 就是去確保 所有 valid domain name 和 e-mail address都可以 其實它是valid的意思 就是提到 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很多 平時用的 不同的軟件和服務 有時候 都會支持不到一些 現在應該已經是valid的 internationalized 了的 domain name 或者 e-mail address 那 舉個例子是什麼事情呢 就是 大家可能 很多時候 如果 你上網 進行不同的服務 用不同的東西 其實都會 有一個 屏幕 可能會嘗試 去確保你 說你有沒有填錯 那 為什麼不支持呢 不支持的就是 你明明 可能你填了 一個 valid的 e-mail address 進去 譬如這裡 就說 哦 中國 這樣 如果那個網站 跟你說 請進行 valid的 e-mail address 那就是 有問題 其實這個 可能是一個 valid的 e-mail address 但可能就是 某些原因 那個網站 或者那個網站 就會說 這個是不 valid的 但除了這些外 還會有什麼 例子呢 例如有時候 有些 e-mail client 有些 e-mail address 的 application 或者一些舊的軟件 有時候都會發生 這樣的事情 可能你會填了一個 valid的東西 結果就說 你不支持 或者它沒有出error 但是它最後 保存到 database 的時候 其實是不成功的 OK 那 這些呢 就是 universal acceptance 那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 轉變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因為其實 在以前 本來 domain name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 由最初 可能 只有 .com .net .org 例如說 我今天 代表一個組織 Internet Sosa.Hong Kong 就是當年 有 .com .net .org 因為 那時候 網絡的創始人 希望他除了要 提供技術的 網絡性 之外 都希望有一個 NGO 去推廣 一個 free and secure internet 所以就把 Org domain name 的 revenue 會放到一個 叫做 Internet Sosa.Hong Kong 的組織 今天 我代表一個 香港的 chapter 去分享這些 所以以前的 domain name 回到這裡 以前的 domain name 其實全部 你看到來 都會英文的 而且其實 是很轉略的 看來看來都是那幾個 之後 開始就有 IDN 就是一些 即是 開始支持一些 不是英文 Long Latin 或者 未必是英文 Long Latin 語系的一些 文字 可能除了中文之外 可能還有很多 就是中文比較少用 但譬如 有時候你們看 阿拉伯 中東的地方 有時候 他們連新聞網站 都會 真的 像一個蛇仔 你看完之後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如果你跟我一樣 沒有那個 context 的話 我不知道他寫什麼 但這些 不同種類的文字 都可以作為一個 Wallet的 domain name 去用 這個是一類 還有另一類的問題 就是去到 2012年後 就開始有一些 GTLD的 program 即是現在 你去登記 Domang Name的時候 其實什麼都有 即是Dot Lawyer Dot IT Dot不同的東西 亦都出現了這個問題 就是以前有些系統 可能經常覺得 Dot完最後 就是最多是三個字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那些記錄的表現 它認識你 你最後的Dot 最後是三個字 但最後是Dot Technology 它就認識不到 所以 2012年打後 這個原理的Visual Acceptance 除了支持 包括國際化的字 之外 都會開始有不同種類的 一些Domang Name 都要支援得到 而如果你打一個 Dot London 下去 而那個軟件 是支援不到 亦都叫做 支援不到 我們需要支援一個 Internationalize的Domang Name 另外一類的 就是Internationalize的 Email Address 因為Email Address 都會有一個 Domang Part 我們需要支援的 就是剛才這麼說 Internationalize的Domang 長了Domang 以及一些新的TLD 新的GTLD 那 這裡就有一些 舉例子 但剛才這麼說完之後 大家應該很容易明白 就是 基本上 會發生的 而且實際上 可以有些奇怪怪狀的 例如Email Address 你可以在前面那一部分 是ASCII Code 後面那一部分 是用Unicode 做的IDN IDN也有兩個方法 稍後會詳細說一些 另外一些 就是 前面是UTF 後面也是IDN 然後 它可能是右至左的 其實這些都是 現在來說 是一個正確的Email Address 也需要支援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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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iCAN的一個 支援 它在2002年的時候 去測試一些 Mail Server 其實有多少%是支援 支援的 其實看到那時候的支援 是 不太好 其實都是說的是 二十幾個%左右 才是完全的 Mail Server 支援 就是那個AMX Record 解決到的IP 全部都支援這些EAI 的Email Address 今天我們主要說的是 是想說 你自己的APP 你自己的軟件 你自己的軟件 所以其實 當我們去到 考慮我們自己去 開設軟件 或者開設一些系統的時候 要支援得到 其實就要考慮 就是 這裡的五個範疇 Accept Validate Process Store 以及Display 固然就是 譬如剛才所說 你整個 Journey 例如Accept 就是 用戶可以打進去 當然你可以有些奇怪的 就是 譬如 如果你用一些很舊的 UR Library 或 Component 它根本不能打進去 一定是支援不到 對吧 最好用一些新的 Ur Component 可以打得到 其實今時今日 對我們程式開設者來說 你大部分用的 Library 其實應該可以的 通常出事 出事在什麼位置呢 就是Validate Validate 就是很多時候都會出事 無論是因為 那個開設者 自己不知道 就走了去寫 做一些 不對的 Validation 或者可能因為 有些公司 有些舊的 Security Policy 或者其他的東西 令到他不支持 這些Domain Lam 或者不支持這些Email Address 都是很常出現 所以正確的Validate 是一個重要的 其實稍後主要都會說Validate 那Process就是 你可以正確地處理到它 在軟件裏面 那Process不代表什麼意思 譬如你的軟件 可能你用了Library 是不支持Unicode的 只是支持ASCII 這樣就會被解僱了 那Store就是Database 你可以正確地儲存它 那待會也會說少少的 最後就是Display 即是說 當你入圈 你Display出去的時候 你要正確地Display 其實這樣一說 你整個軟件設計上寫的軟件 其實你去確保 你這個系統可以支援到 宇宙的接觸性 其實是有很多層面要考慮的 那 我們 譬如我們從頂到底去想 以我們的軟件來說 可能就是 你自己的軟件是一個網站 或者是一個桌上的軟件 那軟件 那軟件要做得到 但很多時候如果是軟件 另外一些考慮的就是 你用的軟件能否支援到 即是軟件會不會 剛才這樣說 譬如它根本打不到 或者Display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問題的 那 然後 就是 你用的Programning 的Language 和你的Library 很多時候 如果你用的Library 是用的錯 舊了 那很多時候就會有問題 譬如舉個例子 Java Java 可能比較長歷史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你去搜尋一些 可能你說 我想找一個Library 就是幫我去確保 這個是不是一個確保 的Domain Lam Email Address 很多時候Java上面 都有一些Library 其實是舊的 特別如果你看到 是剛才那幾個重要的年份 即2011年前 那時候其實根本還沒有 那些舊的Library 其實很有可能 會支援不了 現在新的Valid Email 或者Domain Lam 的 方法 那 還有一個Tier 就是 可能就是你的OS 或者一些System Level 你會用的其他的Library 那這個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出事 都是會出在Lagacy上面 比較多的 那 譬如 雖然因為太少用 但我不會太遮蓋到 但譬如 有些什麼呢 譬如很多時候 譬如舉個例子 你的Email Server 你都還沒有轉用 一些Cloud的解決 可能譬如你自己 用SendMail 那些 它是有支援的 但可能 這個Default Configuration 那裡 你需要 就是 你用什麼 那可能要留意一下 譬如 你的Configuration 是否正確地 設定了 去支援這些 Email Address 如果不然 你整個程序都支援 但就是 你的SendMail Server 的Call D網做不到 那一樣 都會做不到 我先說EAI 那些 我們在繼續說 Uni-Wise Subjection之前 一定避不開的 就要先說一些Unic Code 但我假設大家大概知道 所以其實 我這份Style 好像是iCAN 那份Standard 我已經忘記了 那些 由ASCII Code 開始說什麼是ASCII Code 那些我當大家知道了 那如果不知道 簡單而言 就是電腦 是需要 將每一個英文字 每一個字 你見到的字 是變成一個 數字 儲存在電腦上 那麼 最舊的版本 就是ASCII Code OK 那麼 那麼 我們 對了 這個應該可以跳 對不起 對了 而 ASCII Code 就是一個很舊的版本 就是它舊到怎樣 就是它最原本的版本 就是7bit 而已 那麼 就只支援到最原始的英文字 128個字 那麼現在我們通常 的ASCII Code 就是8bit的版本 那麼 去到Unicode 的話 Unicode 其實就是嘗試去支援所有的 所有 這個世界上 理論上 會見得到的文字 但是呢 有一個概念 可能會想知道的就是 就是這個 不知道怎麼讀 G-I-Y-P-H 好像怎麼讀 Gryph 不知道 Gryph 是的 那就是Gryph這個意思 那 其實呢 Gryph這個意思就是 很多時候呢 其實呢 就算你在 這個其實很依靠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語言 語系系統 但選擇的概念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就算你同一隻字 就像你中文 你都有這個 異體字 其實它有不同的寫法 那麼 當然中文上面來說 我們通常就是異體字 就是 那幾個寫法都是同一個字 但是在某些語言裡面 它可以是同一隻字 但是只要它是 出現在那個句子的 不同的部分 它的寫法都是不一樣的 那 這個 我想我們中文就難一點去理解 但是這裡就有一個 Arabat的一個 例子 譬如上面那個 英文的例子很容易理解 AA兩個寫法 我們中文都一樣 都有異體字 都會有兩個寫法 同一個字 那麼 在unicode來說 這個異體字 它都是兩個Gryph OK 那麼 去到 如果好像阿拉伯那樣字 其實它是同一個字 但是因為它在 那個句子裡面不同的地方出現 那個Word裡面不同的地方出現 它都有不同的寫法 那麼它就可能有機會出現 就是有一個字 其實就好像這樣 就有四個Gryph 所以 所以在unicode裡面 有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用同一個字 很有可能會有不同的unicode 去組成這個字 稍後會說多一點 如何出現 但是現在大家明白了這件事 就是 就算是unicode 也好 unicode不是說 我看到一個Gryph 它一定是等於一個句子 它可以是有不同的句子 OK 第二件事 就是ASCII code 沒有的就是 Encoding 那ASCII code 如果大家 假設今天大家 是個計劃 每個人都知道 就是 那8B的 東西 所以 很定 很死的 有一個桌子 在一個桌子 你寫在一個句子 的時候 只要你寫到 譬如 67 就一定是等於 某一個英文字母 我記得好像是67A 不記得 太久沒有寫 已經經常寫 某個字 減67 等於什麼什麼 但是 unicode unicode 多了一件事 unicode 雖然理論上 它是有一個 unicode table 但是它真的寫到 Disk 的時候 其實要先寫 那 大家一定聽過 UTF-8 UTF-16 UTF-32 這就是不同的 Encoding的方法 那 For universal acceptance 那個理解 其實 我們只會用 UTF-8 或者 大家 今時今日 很多時候 在大部分的 軟件系統 你都會用 UTF-8 因為 它有很多好處 其實最大的好處 就是 它是一個 Verval length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同一個字 它不是一個 Fixed length 你可能 譬如 SQ code 是Fixed length 它每一個字 一定 就是 等於 一個 八個beat OK 但是 UTF-8 如果 你是一個 SQ code 如果你是 Arabat 就是 兩個 你那個 你那個 字 你看到每一個 Grive 不一定 是等於 一個 一個 可以有不同的長度 它的最大好處 就是 相對地 更加快 不需要用那麼多 充電 可能 processing time 會 少些 但是 那個 不好處 就是 會有很多 會有很多 所以 大家應該經常看到 網上的玩法 就是 例如 Java Script 就會 Dot length 會告訴你 你有沒有發現 例如你經常 想著 可能你寫一個 程式 你打算看這段 是有多少個字 幾長的 常用 就會用Dot length 但是 就會有人寫一些Java Script 給你看 就放一個文字 Dot length 是等於 4 我忘記了 4 對 Emojo 只是4 不要忘記了 即是你用Dot length 如果你不理會Dot length 你不理會Unicode 和Coding 其實你是會 被解僱的 其實你是在問系統 這裡有多少個byte 而不是在問系統 這裡有多少個gribe 今天是說了 預規則 預規則 所以 我不會提到那些細節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要發現 其實你不同的 program language 你想 計算到它 會有多少個gribe 其實是需要用不同的library去做的 但也都因為Unicode 是有Encoding 所以 即是說 你無論是read 還是write 只要你是碰到bite level 其實你一定要 specify 你用哪個Encoding 舉個例子 如果是python 你去open 一個文件 然後去read 你需要在後面 specify Encoding 等於UTF8 另一個例子 就是 Database 也是一樣的 你開一個Database 很多Database 都要有一個選擇 就是你一定要 specify 你這個Unicode 例如一個 Word 一個String 的column 到底是用哪個Encoding 剛才提到 原來在Unicode 裡面 是可以有多一個方法 去 represent一個gribe OK 那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其實 就是因為 這裡舉了一些例子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 在Unicode裡面 它為了處理剛才提到的 異體字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 其他東西 它其實可以 使用這些事情發生 例如 這裡有一個例子 例如 E上面有一幅 它可以用一個 Unicode 去代表這個gribe OK 就是一個曲 但是 它後面可以有些 Modifier 就是 你可以先給它E 再給它上面 一點的曲 這兩個曲 即是U加00E8 和U加0065 再加上 後面再加一個 U加0300 其實 Render出來 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能有留意這些東西 就會知道 其實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知道 什麼是Lawmolization 而你去寫一個 例如Login的系統 或者是一個 社交媒體系統 是會有人在遊戲 這個東西 即是有些Fishing 就特意就是 例如 他可能看到有一個 UserName 就是用 A… 例如 有一個人的UserName ABC 他想假裝這個ABC 他就找另外一個 Unicode 的Modifier 做出來 做出來的字 跟那個字看起來差不多 或者是一模一樣 然後就去Fish 所以很多時候 Lawmolization 這個概念 其實除了我們今天 講的Universal Acceptance之外 其實基本上 你的系統 每天都會顯示 被人看到的一些東西 其實你都要考慮 所以這個時候 我很想幫自己在公司買廣告 不過算了 其實你做一個 Login系統 做一個被人看到的東西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有這個Lawmolization 另外一些不是那麼安全有關的例子 為甚麼你會關心 Lawmolization 就是其實 你有時 剛才說的 你會儲存這些東西 即是你會搜尋 即是一個很常用的例子 就是你會搜尋 你可以想到 如果你不關心 其實那些用戶 是會搜尋不到東西的 即是說 可能他那段字的網絡是一樣的 但可能只不過是因為編文 是用這個方法 用這個unicode去寫 然後另外打那個人 打出來的系統 unicode 又跟另外的方法不一樣 其實是會搜尋不到的 所以其實 無論你是想 保安的原因 你是想 搜尋 或者 甚至乎 搜尋 其實你都要考慮 unicode 的普通 是會搜尋的 那 不同的 搜尋的方法 這個就是煩的地方 如果要講這個 所以我就說 如果我真的要講 我又可以跟大家講 四個小時 但我又覺得無謂 對不對 我盡量就剪封 這簡直 就有關的東西 最煩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其實unicode 做這個搜尋的方法 都有四個這麼多 一般來說 其實都不止 讀什麼 很多時候 我們做浪漫ization 都會選擇 這個方式 就是NFC的方式去做 浪漫ization 就是一個方法 去幫我們確保 這個方法 無論用者 扔進來的unicode 是用哪一種 Modifier 用哪一種 representation 都好 它同一個 看到的 放到unicode 都是一樣的 OK 這個就是浪漫ization 可以幫我們做的效果 那 講到這麼複雜 其實你真的寫詞的時候 又不是這麼難的 因為基本上 其實最怕你不知道這件事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的話 其實 絕大部分 今時今日 你用得到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它也有寫詞 去幫你做浪漫ization 例如 舉個例子 這個python 你要做這個浪漫ization 是不需要 做第三者的寫詞 的 Standard寫詞 已經有一個 叫做unicode data 的寫詞 就是幫你做浪漫ization 很簡單 就這樣 unicode.normalize 告訴你 你用哪一種方法 NFC做 接著你給它一個 出來的寫詞 就會是一個 浪漫ized的 unicode 簡單來說 如果你不知道這件事 就幫不了你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的話 基本上 你只要在 用戶進入的時候 它打了一些東西進來 你把資料清潔之前 你跟著 normalize一次 你跟著normalize一次 其實 就沒問題了 好了 我明明今天說 universal acceptance 為什麼說unicode 說了這麼久 其實最好想說 就是想說這個 就是想告訴你 因為一人卡 我們說的全部 都是假設你拿了 unicode 的寫詞 拿了unicode 回到 normalize 先 OK 好了 接著 我們只要有unicode normalize 我們就可以去到 下一步 就可以說 dominem dominem 有些歷史問題 那 那個 歷史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原本的dominem 系統 只能支援 只能撞到這個 ASCII Code 而且是有長度限制的 長度是多長我就不要記得了 但因為發明這個做法的那個 其實是香港人 是我們另外一個博士 他其他時間就有說的 我又說這個 為什麼當年他會想到這些死人事呢 你就問他就不要問我 但這個已經是既成事實 今時今日全世界的動盟 如果你是國際化的動盟 不是純ASCII Code 為了配合原本的ASCII Code 的DNS系統 都是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其實要說的也不是很複雜的 他就是把這個動盟項 改成了兩個方法 一個叫U-Label 一個叫A-Label 你簡單來想其實就沒什麼 U-Label就是你展示出來的樣子 即是Uni-Code 變成Grive 你看得明白那個樣子 A-Label就是你放在DNS系統 用那個樣子 就是這樣 U-Label就是給人看的 我剛才這麼說 就是你看到一個例子 A上面有一個一叉叉 就是一個人看得明白的 通常我們就會用UTF-18 但是你放在DNS系統 把它變成A-Label 我們就有一個方法 我們就有一個方法 你看到這個RFC-3492 就是Punny-Code IDNA-2008 就是一個DOMINNAM的 標誌 其實大陣子也很簡單 就是把Uni-Code 先把Uni-Code 再把它轉為Punny-Code Punny-Code是什麼呢 Punny-Code就是一個方法 把Uni-Code變成ASCII Code 這樣去Save 再在前面加一個XN 一划一划的Punny-Code 所以 在這個例子裡面 例如那個例子 就是它會先變成Punny-Code 上面那個A字頭的一划 就變成後面的XTA 前面加一個XN 一划一划 其實 所有的DOMINNAM 如果你要支援 這個DOMINNAM 就是跟這個方法 就存在兩個 一個是U-Label 給人看的 一個是A-Label 你可以說是給電腦看的 即是DOMINNAM 你真的在解決的時候用 所以 回到後 就像剛才所說 是不複雜的 又是怕你不知道的 所以我今早有朋友問我 你一會兒說什麼 我說 其實說一句 就是叫大家 拿到DOMINNAM 就不要直接把String 扔到GET-HOLD-SLAM 對 在做什麼呢 就做這件事 就是先把它NORMALIZE 然後Encode 然後就完成了 那你就可以拿那個A-Label 去做DNS hostNAM的解決 那麼 同理 如果你有做其他項目 譬如你在 你是要做VALID 你可以用那個IDNA的圖文 去做Encode 那它就會告訴你 其實這個DOMINNAM 是不是一個VALID的DOMINNAM 也一樣 剛才說了DNS resolution 如果你就這樣把 Socket.GET-HOLD-BY-NAM 那個功能 就是一個System Level 大家都應該知道 是什麼來的 GET-HOLD-BY-NAM 它就這樣 叫一個String的話 那你就可能就會失去 一些 Internationalized的DOMINNAM 但是如果你在叫之前 用了 剛才說過的方法 先平衡 再做IDNA 用那個Library做Encode 那你就可以正確地 拿到一個 IP Address 從那個DOMINNAM 很多時候 除了我們要做resolution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很常 會要做的東西 就是做Storage 那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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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提過 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本身 已經用UTF-8 所以你也要確定 你 如果你要 存一個DNS DOMINNAM 就用UTF-8 這是第一個要求 第二 這個就是 那個長度 那些訊息是250 那 其實下面那些 我覺得 推薦那些是選擇的 是用的 用的長度 省你位置 其實你可以用的 其實也可以用的 也是一樣的 如果是一些 新的 Data Base 即是Locicle MongoDB Redis 知而處女 即不是一些 叫做舊一點的 那些 那些很舊的 那些 那些 其實你新的 基本上你都不用想 差不多 全部都是直接 是UTF-8 的 所以其實這些 就簡單一點 你不會錯去哪 那 而你最重要的選擇是什麼 就是 當你要存一個DOMINNAM 的時候 你要想清楚 到底你是想存 U-Label 還是A-Label 選定一個 是的 即是你不會一會兒 一時間就存一個 U-Label 一時間就放一個 A-Label 那就自己玩自己 是的 你也可以選擇 一件事就是 我每個都存兩個 那我不用做 交易 那比較方便 所以 存DOMINNAM的時候 也要 遵從同樣的 principle 去存 那 講到這裡 昨天 我做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想起一件事 其實有點不太關心 但是 我想起很多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 有幾多人聽過 這個叫做 Public Subject List 的東西 這個是另外一個 做DOMINNAM的時候 我發覺 那些人經常會漏 那樣東西 那 Public Subject List 是什麼來的呢 它用來做些什麼 其實它是一個 真是網上的 一個 Test File 它裡面就有很多很多 DOMINNAM 那這些DOMINNAM 就是用來 給搜尋用的 如果大家沒有聽過 其實有時候都正常 因為如果你不是寫搜尋 或者你不是特別是 做一些 Info Set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知道 其實那個意思就是 如果你的DOMINNAM 如果你這個DOMINNAM 在Public Subject List裡面 就是告訴搜尋 我告訴你 我這個DOMINNAM 下面那些 10DOMINNAM 其實是會代表著 一些不同的 服務 那它會 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大家就 明白 怎麼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舉個例子 如果你的DOMINNAM 是ABC.com 那你有 或者 ABC.com 那你下面 你可以有些 10DOMIN 那可能你就A.ABC.com B.ABC.com 那你一般來說 你可以設定一個Cookie 如果你在B.ABC.com上面 你可以設定一個Cookie 設定到ABC.com那裡 那你設定了之後 你另外一個10DOMINNAM 就是A.ABC.com 它都會拿到這個Cookie 但有時候 這個不是你想做的事情 有時候你想做的事情就是 譬如舉個例子 你是提供一些 hosting service 每一個10DOMINNAM 其實你是不相信它 它不應該設定一個Cookie 去你上面的 Parent 那個DOMINNAM 就是上一個Level的DOMINNAM 那這個事情 你是自己做不到的 你唯一一個方法 就是去public suffix or.org 那裡 你加你自己的DOMINNAM 你跟它說 加你的DOMINNAM 加了下去之後 其他搜尋就會懂得 讀這個List 然後它就不會讓你的10DOMIN 設定一個Cookie 上去上一個Level 那裡 除了這個Cookie 這個Cookie 就是最直接影響到的 除了這個Cookie之外 另外一些會影響的事情 就是 譬如有時候 它的DOMINNAM上面 會顯示一個短一點的DOMINNAM 譬如可能你是 譬如可能你是 譬如可能你 譬如說 portal.company.com 如果它知道你的 Public suffix list 是Cookie 可能它就會 如果你不在Public suffix list 裡面 可能它會就這樣顯示 company.com沒有了Portal 在前面 但如果它知道 company.com 是一個Public suffix list 的entry 它就知道Portal 其實是另一個東西 它就會顯示 portal.company.com 這個是另外一個 會影響到搜索的 所以 這個是 我發現 剛才講到DOMINNAM 所以我昨天 我準備的時候 就想起 這個其實也值得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個很多時候 我發覺 人們是不知道的 而且 Cookie之外 會影響 security 的問題 好了 剛才說了DOMINNAM 這次我真的會一個小時 搞定 那麼 接著就可以說 E-mail address E-mail address E-mail address 跟剛剛 DOMINNAM 很相關 因為它後面的部分 就是DOMINNAM 前面就有個 mail box 或者有時候 我們會叫做Logo part 那 DOMINNAM 如果一個 Rallet的DOMINNAM sorry 一個Rallet的E-mail address DOMINNAM 那部分可以是SKey code 或者是一個IDNA 即是說 一個 宇宙接受的軟件 應該兩個都支持 另外一個跟以前不同的地方 就是 mail box 即是前面的那個 Local part 假設 也可以是一個 UTF Bart Encoding 一個 一個 String 是的 這裡就有一些例子 是的 那麼 有了剛才那個 舉例之後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說 其實你DOMINNAM 那部分 無論你是一個 U-Label 還是一個 A-Label 它都可以是 代表著同一個 E-mail address 這裏也都有一個 就是我剛才說 如果 你Unicode 不平常的話 你會有 Security 的問題 你會有search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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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mail address 也一樣 即是說 如果你想查 你舉個例子 很多時候 你做一個 Orthentication system 你都會被 用者 用E-mail address 去登記 那 如果你 走去 跟一個 不知道這件事的 開設者說 我想做到一個 系統 就是一個 E-mail address 只可以登記一次 那 如果你沒有考慮到 這件事的話 即是說 至少 一個 IDN的 domainlamp 其實是可以登記兩次的 因為 其實它無論是打 U-Label的方法 進去 還是打 A-Label 那個方法進去 其實 發封那封E-mail 都是會發封 到同一個 mail box OK 那 又是剛才這樣說 所以這些 全部都很簡單 只是怕你不知道 知道了 很容易便可以 但是不知道的話 就會有剛才說的問題 倒轉 就是說 其實 你無論是 用A-Label 還是U-Label 對你的應用程式來說 其實應該是相同的 所以 如果你想做到剛才的效果 即是想登記一次 也不想在後面 會有些奇怪的做法 最好的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 回到剛才說的 Database那裡 就是 要不就把A-Label 要不就把U-Label 要不就把U-Label 其實Database那裡 一定要用U-Label 因為A-Label 那裡是Punny Code Punny Code 那個人是看不明白的 對不對 不過 我之前用的服務 是很搞笑的 我試過 一些登記 右上的Database 是Database那裡 Punny Code 給我看 我全靠頭 真假的 這裡牽涉到一個 計劃千古以例的難題 就是如何適合一個 適合的電郵 我只能說 這個說法 就是 ICAN 它現在出的這份 概念 公司的建議 就是 大家如果真的要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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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就請你用 只在上面那個 即是說 你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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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解決了很多問題的 我自己公司做事都試過 就是 原來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 叫做Single Label Domain Lamb 有沒有人在這個字裡 猜到這是什麼 就是 Domain Lamb通常我們是 abc.com 即google.com 你有沒有見過 有人的Email Reject 是寸到 叫做 Band at Google 這樣 怎樣也沒有 但原來它是一個確定的Email Address 所以 其實我看到它的說法也很適合 即是 你要確定 那個Record expression 就是 應該就是 你最能確定的東西 那 它後面這裡 就 不是我做的 我也是拿回來 它就 它就收集了一大堆 網上 或者有些人 做的 不同的 用 regular expression 去 適合 Email的方法 它就 在這裡告訴你 是全部都做不到的 OK 包括第一個 就是支持不到 UTF8在 mail name 支援不到 U-Nable TLD的距離 是錯的 所以 其實它這裡 做了這麼多 其實它裡面還有幾張 那裡有這麼多 那裡有這麼多 我只是 一句 可以放棄 大家不要再嘗試 用 regular expression 去適合 Email Address 是做不到的 如果 如果你真的用 regular expression做這件事 你就是 re-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A NA protocol table in regular expression 應該是做不到的 不要這樣做 但是這個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 因為 OAASP 是 推薦了 上面的 一個 regular expression 叫一些人拿去 re-implementation 但是 它是有些問題 在這裡說了 即是 支援不到 即是 mail box 不要用UTF8 TLD 那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 大家可能 聽完這裡 就說 re-implementation 你就用上面的方法做 但是 上班的時候 你的保障的 保障的部份 就會跟你說 喂 不行啊 這個是 最權威的 reference 你就可以 跟它說 這裡有兩個很權威的 reference 一個就是 ICAN權威的 reference 一個就是 OWASP 的權威的 reference 結果 你就可能要跟你的保障組 打架 是的 那麼 通常你要做 郵件的確保障 你就會有這些考慮 這裡都是 收了一些考慮 就是說 你首先就是 等於剛才說 這個reference 會看到前面有 mail box 後面有 domain name 那 你如何 validate domain name 就回到我們前面 那個 anjan slide 之前那個 你可以用 你的網絡裡面的方法去 validate它 OK 那麼 另外有一些 就是會常見 就是一些 自己要 define the policy 譬如舉例 因為 剛才說 譬如你想 register 一個帳戶 你想 Wickshare 一個 e-mail address 只可以有一個帳戶 譬如 Gmail 你點和加 其實是 它是 ignore了的 所以可能你就要將 譬如 first name 點last name 就等於 那麼 你真的要做一個 人們 通常是要這樣 去normalize 的 好 那 那麼 剛才那些就是 說validation 你讀到 email address 通常你除了 validation 通常你除了validate 之外 你還要發送 email 那你要發送 email 那你要發送 email 那就要留意了 理論上 你是應該要支援 A-Label 和U-Label 的方式 即是如果你是 做一個 email server 或者你要選擇 去用 一個 email server 的話 是的 剛才你也有說過 就是storage 那時候要選一個來做 這樣 你的 email server 應該要是 EAI compatible 那 最麻煩的事情就是 我怎麼知道 那我想今時今日 大家都 應該 應該 很少人會再自己 再建議 email server 的啦 你發送 email 你都會用sendgrid 用postmark 或者用你google workspace 送那個smdb server 自己開個routing出來做 都不會自己 建議 email server 的啦 那麼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 其實 iCAN 這個UA的小組 是有一個 online的tracker 給大家用的 大家只需要去那個 如果你想知道 你的 email address 是否支援到EAI 的話 你只需要把你的 email address 打進去 這個tracker 那裡 它就可以告訴你 是否支援 那當然啦 如果你剛才說 用那些 三個派對的 那可能你就真的 要自己試 可能你真的要放 一個 email address 有ulabel的 用alabel的 到底它 傳出去的時候 能否傳到呢 那這個就是 我們 如果是一般 application developer 會留意的地方 好啦 那 那 那 其實這個 最主要的 可能是 給大家知道 如果 就是 你用剛才說的 那些東西 你可能會 你會用 idna的 一些 validator 那 你可以 上去 如果有興趣 這個UAE SG018a 那個 它其實有一個 就是去檢查一些 major的 program language 不同的 library 其實它 支援得很好 或者支援了多少 那 但是呢 其實呢 如果是最 modern 那些 其實基本上 全部都有library 去支援的 就是這樣說 你最要小心的 都是一些 舊的java 那些 可能它有些 特別是那幾個年份 2012 2008 如果那幾個年份之前 那些 validation checking library 那些library 其實是 會 做不到的 那 就 用library 那時候就要看清楚 小心一點 嘍 嘍 嘍 這裡就有一些 就是 如果大家想知道 再多些 不同的 細節 性 那其實可以去 uasg.tag 那裡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報告 很多不同的 一些 guidline 守則 例如有些 可能是 ua readiness 就是去檢查 網絡的 就是cpanels 那些 其實這些 能不能做到的 也有一些 例如有些 有用的 例如 它有個 Evaluation of EAI Support Email Software and Service Report 那個就是 剛才說的 那些 就是不同的 email client email server 不同的email library 其實到底能否支援 得到 其實還有一些 就是 compliant 甚至乎有些 test case 如果你真的說 我要用一個 third party service 或者我要用 某一個 library 而我在這裡找不到 它能否支援 那它其實 有一個 list of test case 就是剛才說的 Email address domain lemmo 它有些不同的分別 你全部都可以 扔進去 然後你可以找 QA tester 逐個逐個試 跟著它的list 其實就可以試 不同的 combination 的domain lemmo Email address 那些 那 我真的說得太快 基本上 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 那不如就看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 其他想到想知道的 問問 我不一定補正答到 不過我會盡量的 是的 好 謝謝 即是我們 Validate 即是frontend Validate 一個Email address 的時候 即是你recommand 的方法 即是那個 regulate expression 即是一個任何字 ad 一個任何字的組合 這樣 即是 到最後就是 實際上 寄個Email出去 去拿 即是 讓它按個 Validation code 這樣 的方法 就是相對 可以 叫做Validate 到個Email 這樣做 這樣做 是啊 剛剛 剛才那裡 沒有提到 但其實是 英國的答案 通常如果你說 真的到最尾 那個regulate expression 大家都明白 它就是找到一個 中間的 但如果我真的 譬如我 做一些事 我要確認 那些Email 其實最好 就是 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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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間還有一些 很普遍的 有些不同的 做法 有些 你會找到一些 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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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問它 這個 寄一個 寄一個 然後就停 但其實那個方法 你上網 如果找到 你都有些 寄一個 寄一個 因為有很多 寄一個 寄一個 這個方法 可能是 有幾個 情況 可能是 防止 有些 就是 例如公司的 電郵伺服器 它會設定 一些 全部 沒有 電郵帳 都會 去到那個位置 所以其實你用這個方法 不真的能確認 電郵帳 如果你去電郵伺服器 問 有沒有 Benzang HSBC.com Hsbc 其實它是全部 路線 所有有個 探索的 它不會在那個位置 投給你 所以 那些人都會說 其實不好用 反而我自己 經驗上 如果想UX 做得好些 就有些人 有些 open source library 去找一些 common typo 其實如果你做到UX 最好就是 你打的時候 它就用一些 library 去調整一些 common typo 譬如你打到 gmail.com 你打到 gmail.com 你打到 gmail.com 它就會問你 是不是 gmail.com 這樣 這樣 然後你就正確認它 然後你真正確認它 就要做一個 即是發電郵給它 它確認的項目 這樣就最好 就代替 那些 record expression 古靈精怪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要做的事 是倒轉 是在一段字裡面 要 extract那個 電郵 address 剛才吃午餐的時候 跟朋友說 朋友說應該是 要用 state machine 他好像看到 library 要做這件事 真的要做 其實要用 state machine 做的 那我想一下 搞得這麼複雜 不如大家暫時沒有方法 就先用 一些 chat GPT 做著 可能更好 有沒有人想到 大家想問 沒有我就先關水 多謝大家 有什麼事 我們可以在外面聊天